来自台湾的灭火器乐团 最近巡回美国四大城市 不只为当地民众演唱一首首 筷制人口的歌曲 29号还将在最后一站 纽约举办大型的演唱会 这首长途夜车 是灭火器乐团的最新单曲 让无数在国外打拼的台湾人 听了感觉到自己的挣扎和心酸 成千上百的网络留言 完全浸泡在泄洪般的泪水里 因此灭火器乐团这次来美 特别带着这首歌 要帮台美人加油打气 鼓励所有跟我们一样 在世界各地打拼的台湾朋友 我们想把故乡的声音 带到你的身边 然后为你加油打气 然后希望在追逐梦想 追逐时间自我的道路上 可以给大家一些鼓励 然后我们一起加油 从2011年成军 到2017年入围金曲奖 灭火器乐团一路走来的坎坷 只有自己人知道 事实上他们唱的歌 也不全然的悲观或乐观 只是忠实地描绘出 现阶段台湾有热线 也有困顿的生活 爱情与工作 当被问到对于坚持这件事的解读时 乐团也有不同的看法 真的很痛苦 然后走不下去 然后 很不轻松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都会建议 去找你喜欢做的事情 其实不一定要坚持 在过程当中就享受这个过程 然后去努力过自己当下的生活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建议 因为 其实每一条路都是 有它的精彩 有它的可能性的 生日队喜爱唱歌的东森 新人王选手 没有剧乐团也发表自己的独到看法 并且祝福选手唱出最好的自己 不要把这件事想得太严肃 那如果有什么 比如说我知道东森最近有举办 东森新闻 凤梨出光雨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